我們移了一整尾 然後我便會把頭 我站在這裡是比較好 然後我便會把頭向前往前往 即是從左邊往右邊 從頭向向右邊 順便把頭髮吹出來 如果不定的話 同時就這樣我便會把頭髮順弄 如果頭髮順弄起來 一般每個人都會有好處 這次是要吹一吹 剛好不吹一吹都可以 因為要紮實 有一點鬆 但這份頭髮 如果你想頂帽做得比較乾滑 邊緣比較乾滑 你就需要輕輕吹滑 剛吹的方向就是左手邊 吹向右手邊 把這份拿出來 現在不要拿太多 先湯開 尾巴比較散 比較滑 出現一陣 如果你本身的頭髮已經不是一拉上手 都已經是比較滑的時候 你就是不需要吹那麼久 輕輕吹過尾有少少的弧度已經夠了 風筒在後面下落 然後滾在前面 那頭髮吹完之後 他就會往他的右手邊走 在後面下落 剛才被開了 固定的虜 wield 美玻璃組馬雞 也要把柄撥堂 然後滾到後面 撥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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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會分五指來吹 我會把頭在馬尾的圓 我會在馬尾打橫切五份的頭髮 在馬尾打橫切五份的頭髮 我會在馬尾打橫切五份的頭髮 平均五份的 我會在馬尾打橫切五份 前面放一份 我全部站在左邊 由上而下直線下 這是第一份 接著是夾著 接著是第二份 第三份 沒有哪一份特別多哪一份特別少 最重要的五份是平均地去拿 我會在馬尾打橫切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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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頭髮放在後面 然後我會用刀削到一個發心 即是削到一個裡面一個叫做 頭髮的填衝物 填衝物即是裡面一個發心 我要做的時候 要先讓頭髮刀削到頭髮刀削 這個重點 先讓頭髮刀削到頭髮刀削 然後把梳向內推的時候 把梳不是直地去下 是斜地去下 這個尾向著自己 這個尾向著自己 你要有力的 這隻手指甲就剛剛好 按著梳去中間位置 向著裡面去推 先第一轉 再來 再把這一份 面頭刮很輕手的 在底下 你會問 如果做真人的時候 沒有難解 當你是一個順序去做的時候 我若然要解梳的 那當然 你是想解回這一份頭髮 你只需要找回那個刀 把頭髮拆開 鬆開 然後把尾 中段 然後再入少少根 其實兩下 它已經順序 首先你要推的時候 你要是最輕手的推 動削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但是這個動削做的時候 是要令頭髮鬆在你裏面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 不需要壓到最實 然後才走 你一推下去 實實地就可以走 再推下去實實地就可以走 令到它裏面上完之後 要綿的 綿的意思是 你不要摸到裡面 是有些很實的東西 對 我一落到有力就走 我一落到有力就走 跟著再來 把頭髮鬆下去 先把頭髮鬆下去 好 底部也要 現在我就 上上下 把刀尾 推下去的時候 我摸上去 其實是軟的 像什麼呢 像 你們可以下去買的 就是我們這些 叫做 又是一些日本的法計 那些網 那些 都是叫做填充物的東西 就是叫做發芯 這些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用真人去削的時候 你都是削到下去 你自己摸上手 這種感覺 就是要很輕的 不可以有很實的 這樣才對 當你如果削到很實的話 那些頭髮呢 你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型都很快 會 有些位置會 會塌了下去 所以一定要裡面 削完之後 頭髮呢 可以再削得開很輕 再削 然後 然後 當我削完之後 我開始做那個 沒有那個型 當然 我們本身呢 我們是 開一條線 去到 它的 額角位置 尾角位置 尾頭位置 開個圓 其實這裡有 空位置 我就將這個 填充物的位置 就擺過來這一邊 然後 我就將尾 開始 輕輕掃到後 那我當然 我一掃到後 的時候 就走到一個 平 一個圓 這樣下 我先走到這邊 然後呢 你在底部 放一隻 頂夾 不是 頂夾 在底部 輕輕扣著它 那我固定了一點 然後 把頭 一路去轉 那 如果你怕 弄到隔離 那些 那你就 找些 固定在這些 位置 夾著它 那我就會將 這份 的頭髮 在那裡 你會發現我一過來的時候 我正正就是 紮住了 馬尾哥的上面 那裡 就是你見不到 那條橡筋的 OK? 我的褲子是見不到 那條橡筋的 然後 然後 先 一路把它去轉 我經常覺得 這一下子好像 好像弄些不回房間 那樣 在那邊轉一下 轉一下 放這些位置 那些屁股上 那 之後呢 就可以放一點點 空間 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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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細小一點點 我先處理了一個 那個 側邊位置 如果你一直做搓得好的話 其實這個波波都是用這個削完之後 我捉到一個圓 然後就這樣鋪個面 其實都是一些這樣的技巧 但是有很多東西只是稍微變一變 就變成另一個東西 而我先做了外面這個圓 我一直去繞一繞一繞 其實你會好像變成鞅髮 一個圓 上面這個位置可以扁一些 我輕輕按一下 看紙的大小 即是有些頭髮短一些 這個蛋撻就不要做得太大隻 再細小一點 再再深 我一直做的時候 你們會問我那個闊度大約幾大 我就以頭為例 我剛好做的時候 做到分架的位置 你看到這條線是分了一條線的 我會做到這個分架的位置 然後這邊又可以遮到橡筋 前面的不會出了一個勾拉 正正在一個頭的分區裡面 就是剛好整整條線的位置 之後就 那當然 這個中間的部分已經是處理好 鬆鬆的 如果有其他幫助最好 因為我沒有叫你們大 如果有個髮網這樣幫著它 是最開心的 因為它的頭髮短毛不會真的走 但你們沒有人有髮網 那我就不用了 我不用了 外面其實又可以 我不要 我好像是屍屍的 那我都不用了 其實我都沒有了 送回 然後當我處理了第一份 這個不難做的 最重要是你割得夠輕的 之後 你一開始在它的旁邊 好像薩泰傑一樣 封上畫邊 然後最後這樣按一下 中間的餅已經做了 我會把旁邊這一份分出 第二份我會做旁邊的位置鋪 之前我把第三份頭髮放上去 第一份削了,第二份在前面 這一份就是第三份 我把第三份的頭髮放在頂上 我轉頭用來封它頂上 下面底的位置可以用U扣住 你用夾子夾住也可以 當然沒有夾子就要拿U 不要出來拿所有夾子 我會先把中間那份放上去上面 因為我要放上去才要鋪下面的圈 當我放上去之後 現在第二份了 我方向也是一樣 跟我吹頭的時候一樣 我由它的左邊一直鋪到右邊 但是不夠闊 我就開始削的時候第二種技巧就是 將它的頭髮打橫拉出來 然後將它蹬下 將它擴闊一點 這個動作就是一路削的時候 跟剛才削到的手不一樣 這一份我要削到它的硬 握得緊一點 手指向上 在它裡面那裡 第一段 再來 第二段 如果我削的時候 我不會穿過底 我只是在下面 即現在你看到它的正面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削 一份份把它壓緊 什麼是不過底呢 當我不過底的時候 它的部分就會滑一點 看到嗎 如果我要削的時候 一過底 它在後面的位置會比較滑 所以我會變成我這一份 將一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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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到十 現在油一細汁 可以削到很大片 之後呢 如果你要加Spray 我就在底 遮些所有來 底下給一點Spray 沒有那些正面 然後呢 在它的後面位置上 噴一點點的油 那我就開始做的動作就是 下貼它 這個是它的建缸的面 用一個刀 在這邊 在這邊 盡量把頭髮 這邊 為著頭髮 噴乾淨一點 噴膠 不要噴到這邊 這邊是用來 正面網去包的 你最多噴膠 要噴在後面的底上 那為什麼我要噴下呢 就是因為我要這個動作 把頭髮 這一片的頭髮 壓扁去 我放在髮根那裡 然後把梳 的尺子向前面 去壓貼 當你做得好這一片的時候 那這一塊 就變成一塊布 這樣了 OK 因為當這一塊 成為一塊布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 壓住 把毛毛收回去 壓低一點 那 如果你本身 不夠包的時候 就把它收緊 直接把底 包好這一塊 把毛 放下去 抽上去 收下去 然後把尾 本身的第三汁 是放上去的 那 然後放在下面那裡 然後把尾 收到裡面 這樣就可以在它後面的底那裡 或者是U 不要落頂夾 我寧願你落U 扣住它 因為當你落U 扣住它 因為當你落U 扣住它的時候 它的底被我用倒上的夾扣 壓實了 然後再落了噴家的底那裡 你變成你輕輕在這些位置 你怕頭還沒完成的時候 怕它有什麼偏差 你可以在頭一邊壓一壓 圈 就在它的點的位置 把洞 打動 壓住 先壓住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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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圈太小了 如果要夾的時候 就在那裡 第三汁才行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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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